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成为了国内最大的一批经济黑马 说起贵州近些年的成就 无一不是让人惊叹的 首先,在交通方面 贵州早在2015年便已经实现了线线通高速 更是超越四川、陕西等省 成为西部地区第一个 全国第九个实现线线通高速的省份 而在经济方面 最近六年,贵州经济增速 均保持两位负增长 更是长期位 居全国前三 大有不发赶超之势 而在城市建设方面 目前贵州省会已经强势 晋级国内二线城市 尊业也不为三线城市榜单 发展成就也是有目共度的 其实,说起贵州省内地城市 经验的,并非只有贵阳、尊业等地级市 很多县级市的发展也是潜力无限的 比如今天咱们要说的贵州这本县 今年经济发展就非常迅猛 及地区生产总值 如今已经突破了三百亿元 未来更是有望赶上牌州等经济强性 威宁究竟是怎样一个存在 未来真的能够赶上盘州的发展水平吗 答案当然是有可能的 首先从人口基数来看 目前威宁户籍人口已经超过一百六十万 常住人口也达到了一百二十万左右 就人口数量来看 威宁是免压盘州的 而人口作为消费的基础 而消费又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 其作用之大是不可小觑的 其次就是经济腹地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威宁除了史权 省人口第一大县之外 还是省内面积第一大县 截至目前威宁浮原面积六千二百九十五平方千米 可见威宁经济腹地也是非常广阔的 除了人口以及面积 威宁还是贵州省之管县试点城市 政策支持力度也是非常大的 除此之外 威宁还拥有世界级的旅人资源曹海 旅人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 开发潜力巨大 威宁的朋友们 威宁最为省内人口和面积第一大县 以及目前的发展趋势 你认为未来能赶上盘州的发展水平吗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看